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陆续用几期的时间来讲讲如何组装自己的下午器版 过程中会帮大家完整疏离整个吉他系统 最开始的开始 先对吉他系统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认识 脑海中有一个大体的知识框架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到各个细节之中 这样各位就能更加理解每一环变动是如何影响音色呈现的 这个系列的视频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换个角度思考整个吉他系统 更好的理解和发挥现有设备的能量 能进一步对系统搭建有个合理的全局计划 我们先看看一个普通的例子 一把吉他 一根导线 连接到效果器板 效果器板各个效果器被串联 最终送到箱头 箱头导线输出到箱体 最终发出声音 这样一个简单的吉他系统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都是极为线性的 吉他的信号一次流过效果器 原始信号被依次叠加 各种效果 最终通过箱头放大到喇叭被我们所听到 其中没有任何的插入 我们称这一段为效果器链 从50年代到现在 效果器链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现在作为乐手的我们 仍恪守着这古老的连接方式 即便现在科技帮我们把这一套系统 微缩到如此小的 综合效果器中 我们打开这些操作系统时 仍然发现还是这样的效果器链的形式 从古老的Zoom 505 到国产各种新锐综合 再到国外高端的都是这种链接形式 所以在我们用拳头效果器解释的时候 你也会更好地理解综合效果器 它们的逻辑和使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现在我们就要到效果器链条上 主动作 右首钰 roadma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大体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阵营 分别是Jive曲和West曲 Jive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未经修改过的信号 Drag Signal 干信号 但是在吉他系统中 我们更多的把Jive定义为Game Paddle 也就是信号放大的效果器灯块 例如我们最常用的这个Boost Lane Overdrive过载 Distortion 失真 Distortion 失真 我们可以讲解 我们先知道 Gant Paddle 这一类 都是Jive Signals Jive曲单块 那么反之 肯定要有这个Wat曲 从严格意义上讲 是经过修改的信号 我们叫做Wat Signal 失信号 那么在吉他领域中 我们更多的把Wat曲定义为Wat Effect曲 例如Delay 延时 Reverb 混响 其中还有一类 叫做Modulation 类型效果器 比如合唱 Chamelo 唱音 就我个人来说 我更喜欢把Modulation 类型效果器 归类于Wat去 因为也是一种 经过了很大幅度修改的信号 但是在吉他效果器中 没有绝对的对错 完全可以按照你的个人理解 去安置和摆放这些效果器 甚至归类这些效果器 好 那么说完了Jay和Wat 去的定义 说效果器链 就变得一场简单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保持这样的链接顺序 吉他到Jay到Wat到音箱 这么一个顺序 如发现箱头中 有Send Return功能 也可以把Wat去放在Loop中 那么数字效果器同理 但是事情的事情并非绝对 各个区域内的效果器 完全可以自由地调化顺序 或者挡破区域间的限制 以达到不同的个性的影响效果 对于初学者来说 第一个问题莫过于 一开始接触效果器应该买什么 真的听懂了上面一番演示和解释之后 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 要同时拥有Jay Wat两去的效果器 比如一个过载充实你的音色选择 一个混响或者延时 来让你的音色更具空间感和厚实 或者你的音箱上已经有了这些效果 在购买只是拓充这些音色的类型 当然你也需要自己做做功课 找到你心目中的音色类型 并且了解它们都使用了什么样的效果器 之后再结合盈利波测评的节目 来了解这些效果器 并且购买它们 最好的购买方式 无非就是盈利波等淘宝店 同时购买综合类效果器也不实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过度的选择也会让你迷失了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想你已经对效果器链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 接下来节目我们会把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产生的所有化学反应 具体的慢慢的解释给你听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会从 吉他信号刚离开吉他手机